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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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土豆 給各位看一下 如今 我也接種了 AZ疫苗了啦 好不好 今天我拍片示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接種這個疫苗 到底我現在的狀況是如何啦 因為我現在接種已經滿一天了 這個AZ疫苗自從來到我們國內之後 大家風風雨雨 風聲鶴唳的一直在傳這個東西 到底是好還是壞 這種傳聞一直出來 可是就是說 大家都是怕這個疫苗它的防護力 或是說它的副作用 甚至說 它在市面上的價格 今天我只是想要單純跟各位好好的分享 我接種AZ疫苗的現在生性狀況是如何 現在時間已經是4月3號了 我接種這個疫苗是4月2號的下午2點 在這邊帶個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它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有消毒 好 有吸氣 有吸氣 有點痠 有點痠而已 不過這個疫苗大家最在意就是說 我註冊的疫苗到底會不會註冠有狡疾啊 還是有什麼顏面失調的副作用 可是我這次註冊完唯一的感覺就是說 我現在肌肉還是有點痠痛啊 這個副作用我目前感受到是跟當初打流感疫苗的感受差不多 好不好 但如今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上下來代表說 我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副作用發展 我這邊也先查給各位看 在WHO世界衛生組織這個網頁上 那上面都有說 牛津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你需要了解些什麼 在這個上面他會有告訴我們說 由於疫苗供應有限 優先考慮暴露風險較高的醫務人員 我跟各位說一下我的身體狀況好了 我是一個男性 擁有170公分的身材 74公斤的體重 然後我現在年紀已經快31歲了 平常我的生活作息通常是一天只睡5到6個小時 對 還有我的飲食習慣常常就是大魚大肉又重口味又喝酒 但是我不抽煙阿 我這些身體資訊只是讓各位參考一下 因為我現在接種完就只是單純的 對你光是放著就會覺得酸酸的 這是正常的 這個也是同意書上面有提到的 非常常見的副作用 這個單子上面都會寫 如果你們未來有機會接種的話 你們也會拿到一模一樣的同意書 今天我拍這部影片 只是單純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接種AZ疫苗的心得跟想法而已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疑惑的話 你們可以去機關書網站 或是搜WHO的網站看看 有關AZ疫苗的資訊 也許你們會有更了解更進一步的認識 因為如果你只單看媒體的話 你也容易被鑽邪記者的想法跟思想 給混淆到他真實的疫苗狀況 那如果各位有機會接種AZ疫苗的話 你會選擇接種 或是不想要接種呢 請在底下留言你的想法 跟各位一起討論 讓大家可以聽到更多的聲音 我是頭到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